银翅叶叉见此,脸色越发难看,毛茸茸的脸孔上竟隐隐有些发白,这时巨大光球已经占据了光幕中近半空间。 韩丽和黑衣美妇都不得不徐徐向后飘去,不过看着空中巨剑,黑衣美妇脸上惊蓉还远甚银翅叶叉,心中更是心念急转,在如此可怕的攻击下,想必原因后期修士也绝不敢应接此击。 就在美妇心中震惊之际,韩丽口中冷冷吐出一个破子,巨剑带着震耳欲聋的雷鸣声向下一沉,同时剑上放出树杖长的金色剑芒,此剑尚未接触下面的光球,剑上灵压将其压得颤抖不停,金光一闪,巨剑一展而下,光球直接被灵气震得粉碎溃散开来。 等光芒消失后,光球中却人影全无,银翅叶叉竟出现在了不远的另一处空中。 一脸阴霾地盯着巨剑,此疗在巨剑威压下,最终不敢应接韩丽这一击,在巨剑临身之际,用背后银翅飞顿了出来。 不过他手中银跃幻境也停止了喷吐,功法已经强行破除掉了。 故而巨大光球被毁后,未能再次恢复原状,银翅叶叉目光闪动,正暗自思量在施展何种神通时。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尖锐的破空声,接着一道红线,突然浮现在他后面仗许出,一闪即逝向他脑勺后洞穿而去。 银翅叶叉神通可以与原音后期匹敌,神识刺不会差到哪儿去。 虽然红线出现得突然,但头也不回的银翅一抖,挡在了身后。 轰的一声,大出刺疗意外的是,红线一击在了银翅上,木然化作了一股巨大的火球爆裂开来,让银翅叶叉吓了一跳, 但随即他发现此火球只是虚有其表,根本造不成什么危险,当即心中一松。 但火球一散之后,里面却空空如也,红线竟无影无踪。 银翅叶叉一阵后,正想用神识细细思索,身前却雷鸣传来, 聚见腾空飞起,再次迎头披下。 黑衣美妇也在远处发觉一摧,两条风龙不知何时地飞至了此飞尸的上空。 一个盘旋后,摇头摆尾一张口,无数锋刃密密麻麻击舍而下。 这一下,银翅叶叉,一时顾不得再想其他之事。 一斗手将斜跃换尽,扔到身前不动,然后两手凝重地朝巨剑虚空一抓。 顿时半空中,一下出现两只煞魂丝锁化的大手,足有杖许般巨大,像巨剑毫不示弱的挥拳一挡。 现在可不是他刚才在无法动弹之时,自要深量一下巨剑威力再说。 而同时,此疗银翅叶狂掌被许,化为一片银幕挡在了头顶上。 一阵急促地扑齿声后,锋刃机在银幕上就被轻易地弹到一边。 而大手和巨剑方一接触,就轰轰两声,此剑就凭借惊人的威力将其中一只一展而散。 但剑芒也一下弱了小半,在斩到第二只大手时,两者却不由自主地倒飞而出,一副不相上下的样子。 而就在巨剑斩到第二只挥手发出巨响的同时,那只消失红线竟再次诡异出现, 位置正好是银翅叶叉的胸前处。 不妙! 银翅叶叉心中一惊,一只矛手急忙向胸前一抓,但却迟了。 那红线只是一闪,扑的一声,洞穿了那面斜月幻境。 随即被一只矛手一把捞在手中,动作快似闪电。 而黑色小镜这才砰的一声催响后,当即化为一团黑蟒碎裂开来。 你敢毁我宝镜! 银翅叶叉一见斜月幻境被毁,身形大震,脸上立刻露出愤怒之极的表情。 此宝镜似乎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,连毛手抓住的飞针上面火焰熊熊, 并变得如同烙铁般通红,他都视若无睹。 韩丽心中一愣,他突袭此宝镜的目的很简单, 因为此境配合怪物的幻术实在是太棘手了,还是一次解决得好。 现在面对这银翅叶叉的暴怒,韩丽心中有些奇怪, 但手中动作却丝毫没停。 一掐绝之下,原本暗淡许多的金色巨剑轰得一声分解开来, 近两百道剑光立刻化为一张巨大剑网奇斩而下, 手中并没有丝毫的留情。 若是对方敢动用银翅抵挡的话, 他可不介意用渗入更金的飞剑, 瞬间将对方斩成无数段。 而那颗雪晶猪也滴溜溜一转后, 数只拳头大小的火鸟直接从猪上飞出, 然后轻飘飘地落下。 可是银翅叶叉即使非常愤怒, 却并未上当应接含力的这番攻击, 而是银翅一动之下, 仍旧出现在另一处地方, 一脸暴虐地盯着寒厉, 银色双目开始血红起来。 原本不想多浪费精元, 只想动用幻术让你们数少就勤, 但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, 我一定将你们亲手拿下, 将你们惊魂抽出, 再一口一口慢慢地吞噬掉。 银翅叶叉满面煞气, 随后身形一晃, 出现在了狮狼的头顶。 二话不说, 台族一踩狼手, 一双银翅急闪之下, 泛起了一层黄光, 接着连人带狼向地下无声陷入, 犹如鬼魅一般。 吐盾! 寒厉马上眉头一皱, 冲飞箭和宝珠一支点, 所有宝物一起飞回。 而就在这时, 地面下传来了轰隆隆的污名声, 整个法阵一阵聚颤, 接着从法阵各处冒出一缕缕的黄色黑气, 地下深处也传出银翅叶叉的一声凄厉大吼, 仿佛痛苦异常的样子。 这时, 黑衣每副神色阴晴不定, 看了个寒厉, 又望了望地下的法阵, 略一愁愁, 一咬欲牙, 人骤然往某只灰箭击尸而去, 在半路上, 他掀着一伸手, 一把剪刀状的法器脱手而出, 瓷宝金光四射, 锋利异常。 剪刀一出手就化作一道金芒, 黑衣每副显然想用瓷宝划开煞魂丝, 先救出负性老者再说, 寒厉却眉头大重, 救人自然可以, 但轻轻飞去, 贸然拉开和他的距离可不是什么好事, 结果眼见金芒接近锯箭, 砰的一声, 从地下击射出一道绿色人影, 一闪之后挡在了锯箭面前, 赤手空拳随便一抓, 竖道爪芒射出, 一下将那金箭击飞而去。 寒厉和黑衣每副一开始自然以为此人是银池叶叉, 但等光芒一脸, 看清楚对方的面孔均都是大吃一惊。 绿色人影竟然是狼首人身, 双目血红, 赫然是先前见到那只巨大的狮狼, 只是不知被施展的何种秘书, 不但化为人形, 而且体型骤然缩减数倍, 面目猙獰望向黑衣每副。 更让寒厉留心的是, 原本待在狼首上的鹰枝马, 却不见了踪影, 难道此灵物留在的地下, 还是隐藏了其他地方? 寒厉脑中自然反应地想到, 目中蓝芒一闪, 下意识四下一扫, 结果马上脸色大变, 急忙冲着黑衣每副一声怒吓, 小心背后! 随后, 他不加思索时只连谈, 食鱼道青色剑气向黑衣每副后边积尸而去。 听到寒厉大贺, 每副也是争斗经验丰富之人, 顿时心中一寒, 不加思索一点身前青色小盾, 盾牌一晃到了身后, 同时全身淋漓一凝, 头顶法轮光芒大放, 七色灵光一下融入护体灵光之中, 并一下暴涨背雪。 而在美副做出防御的同时, 一道仿若无形的淡金色人影, 一闪现后出现在美副的身后, 正是银翅叶叉, 此飞师形态大变, 浑身绿毛全然不见, 换上了淡金色的鳞片, 背后的一对银翅闪动着清白两色的异光, 银月幕中更是出现了一对淡金色的瞳孔, 但更惊人的是, 银翅叶叉的冲天湿气荡然无存, 察觉不到有任何气息的存在, 神石一扫过去, 仿佛它只是一具空灵之体。 此铃一线身后, 二话不说单手一抬, 身形未动, 手臂却木然暴涨背雪, 乌黑立爪之上窜出数寸长的金芒, 一把抓去, 正好抓在美副身后刚出现的青色小盾之上。 此盾牌刚一浮现就体型狂胀, 灵光大放, 仿佛坚不可摧, 但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 银翅叶叉视此盾牌如无物, 手臂上金光一闪, 丽爪竟无声无息穿透而过, 一把抓在黑衣美副的护体灵光之上。 清脆的碎裂声传来, 爪芒只是略微一顿, 就将灵光如同纸屑般撕裂开来, 痴痴一声响后, 抓忙没入此女胸膛, 将心脏搅成了粉碎, 再轻易洞传而出。 韩丽见此心中一沉, 被这种力大无穷的飞尸尽身, 果然是致命之事。 这时青色剑气从远处积舍而至, 但却被此银翅叶叉背后双翅一灰, 被一股清白两色的光霞席卷而散。 不过韩丽这番救援举动倒也没有白费, 总算是给美妇争取到了一点时间, 此女竟趁天灵盖红光一现, 一个数寸大小的园鹰就出现在那里。 此园鹰浑身赤裸, 面目酷似美妇, 但双手抱着一寸许大的飞剑, 几乎在出现的同时慌忙一闪, 驾驭飞剑顺移出了十余杖之外, 再转移几次可就逃之夭夭了。 银翅叶叉这时凝笑一声, 木然将其尸体一抛, 就在原地化为了无形, 随着一个淡淡人影出现在园鹰身旁, 一张口, 一张灰色丝网脱口喷出, 正好将再次准备瞬移的园鹰迎头罩住。 韩德勇, 救命! 美妇原鹰大惊地急忙大声呼喊韩丽, 并驾驭飞剑在网中四下飞撞, 但若他肉身尚在, 也许还有斩断丝线逃亡的机会, 如今仅剩原鹰, 不但法力大损, 又碰到可吸纳五行灵力的煞魂丝, 自然被那丝线弹毁。 然后灰光一闪, 一个持续大小的灰简就木然形成, 悬浮在了空中。 这时银翅叶叉的身躯清晰起来, 看了一眼灰简, 又瞅了一眼寒烈, 发出了一声冷笑。 我还以为你会使用雷顿来救人, 没想到你倒等得明哲保神。 过去救人, 能救下的话我自然会救, 但刚才过去了恐怕是自投罗网, 你头上不写的那张巨网, 可以收起来了。 你看出来了, 看来你能看穿我的幻术, 果然不是侥幸这句。 银翅叶叉脸孔上闪过一丝亚索, 这时他头上十余丈高的地方, 一张灰蒙蒙的巨网现行而出, 也不知此疗用的是何种工法, 竟然将如此大的巨网掩饰得丝毫形迹不露。 若不是韩丽的明清陵墓已经达到了一定火候, 还真是无法发现此阴险陷阱。 不过, 即使没有此望, 韩丽多半也不会轻举妄动, 这次变化形态出来的银翅叶叉, 实在是有些古怪, 不但浑身湿气可以收敛的一丝不露。 而风盾之术明显也比刚才神妙多了, 几乎是随风眼形。 若不是拥有陵墓, 恐怕对方就是到了身前, 也无法发现其踪影。 而且银翅叶叉刚才一击, 竟能让手臂轻易穿过黑衣美妇的防御宝物, 这让他心中一灵, 更大感诡异。 银翅叶叉见韩丽没有上当, 冷哼一声就抬手冲人形狮狼一招。 狮狼见此立刻飞顿而来, 转瞬间就到了飞尸身前, 然后一扭狼手, 凶恶地盯着韩丽。 但就在这时, 韩丽身下却突然发出一声巨吼, 竟是蹄魂兽突然垂胸一阵发威。 刚才的大战除了一开始外, 他被韩丽用神念制止轻举妄动, 这才让此兽刚才眼见着银翅叶叉在头顶飞来飞去, 而无法动手。 早就心中大为郁闷, 这时眼见狮狼过来, 正毫不客气地冲起呲牙咧嘴一番。 而狮狼一听此声, 顿时面露几分惶恐之色, 望向提魂兽的目光大为畏缩。 一旁的银翅叶叉见此脸色一沉, 但眼珠转动几下, 突然大口一张, 喷出了一颗灰蒙蒙的圆珠, 一把抓住此珠, 反手一抛, 竟将此珠扔进了狮狼的口中。 人影狮狼吞下此珠, 马上回身冒出一股股灰气, 湿气大盛, 畏缩之意顿时大趣。 韩丽对着一切视若无睹, 反而趁此机会, 看向黑衣美妇的青色巨盾, 此宝失去了主人, 悬浮在半空一动不动, 表面清光淡淡, 光滑如初。 韩丽眉头皱了一皱, 目光一转, 又落在银翅叶叉身上的 淡金色鳞片上, 突然间神色一动, 似乎想起了什么。